美西美直连收官直战 迈阿密国际0比1西败夏洛特 商欲付出的梅西首发打晚全场 梅西国家队转一圈回来后 能和迈阿密的队友们还能打出默契配合吗 梅西接格雷中场传球后持球推进 跑动过程中梅西发现对手防线前提 身后存在巨大空档 此时的克雷马斯基已经插上 梅西果断直射对手防线身后 然而小将克雷马斯基没有体会到球王的用意 并没有直插对方防线身后 梅西使出拿手好戏 长传打对手防线身后 19岁小将艾伦接球后 并没有选择和队友进行配合 而是选择了射门 梅西前场持球 方圆500米之内并无队友接应自己 梅西只好选择过人单干 不过梅西这个强行连过两人的观赏性 还是挺强的 36岁的梅西 你只派出两个人来防守他 看来是完全不够的 布教授中场找梅西 又是梅西的斜线传球打对手黄线身后 阿尔巴接球后第一时间横传中路中部 罗宾逊看球不看人 错过第一次将球推给梅西的机会 提球来到坎少爷脚下 坎少爷也是一样看球不看人 错过第二次将球交给梅西的机会 坎少爷自己强行转身射门 最后放了高射炮 梅西尽力了 进球无效 夹击中横梁 迈阿密国际以失利收官 10月22日凌晨 迈阿密国际迎来了本赛季美直连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 客场挑战夏洛特FC 梅西进入首发名单 曾经打击一球 可是因为月位被取消 还曾经任一球 攻门被扑了一下 之后击中横梁 运气实在太差 一直没能取得进球 上半场比赛 迈阿密国际在客场受到压制 没有取得进球和领先 比赛第13分钟 主队科尔温率先破门 此后双方没有继续斩获 梅西还多次为队友送上妙传 可惜都没能把握住机会 下半场迈阿密攻势见起 梅西下半场开场有一季精彩挑战 但是月位在先 第62分钟 梅西小角度任意球击中横梁 另外梅西安尔巴还有多次配合妙传 无奈前场坎帕纳没有完成最后一击 这是美直连本赛季最后一战 对于迈阿密国际的排名没有影响 本场过后 迈阿密国际机34分排名东部倒数第二 夏洛特FC机43分排名第九进入附加赛 本赛季迈阿密手握一个联盟杯冠军 进入北美冠军联赛 还有一个杯赛亚军超额完成任务 迈阿密国际以一场实力 结束了本赛季美直连常规赛 由于梅西的加盟 迈阿密国际的实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夺得了队史的首个冠军 北美联盟杯冠军 不过在美直连常规赛当中 此前落后的分数太多 再加上梅西由于密集的赛场 出现了大腿肌肉疲劳等伤病 多场比赛没能参加 球队提前两轮无缘季后赛 本场比赛除了梅西之外 布斯克茨也首发出场 巴萨三老的最后一位阿尔巴 则是坐在替补席待命 第十三分钟 巴尔加斯禁区内轻松晃过耶德林 左脚推射球门远脚的手 开场不久 迈阿密国际就丢球了 第三十四分钟 梅西在前场带球推进 晃开防守球员之后 送出一脚精妙的直塞球 可惜队友跑反料方向 不然就是单刀机会了 迈阿密国际的球员多次围攻对方大门 始终无法取得进球 比赛来到下半场第48分钟 梅西接队友的传球形成单刀机会 面对门将挑射破门 可是因为越位再先进球无效 在比赛开场阶段 坎帕纳也曾经打进一球 同样因为越位被取消 第61分钟 迈阿密国际获得前场右侧任 以球机会 这个位置的角度并不大 梅西还是选择了直接攻门 皮球被卡特利纳扑了一下之后 击中横梁弹出 梅西再次与进球失之交臂 第67分钟 阿尔巴替换艾伦登场 迈阿密国际的后防出现漏洞 多斯桑托斯出击化解了险情 随后的比赛 坎帕纳还有破门机会 不是射门偏得太多 就是被门将奋力突出 最终 迈阿密国际以0比1克场 布迪夏洛特FC 以东部第14名的成绩 结束了本赛季的美直连常规赛 在加冕南美射手王之后 梅西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在下半场曾打入以利单高 可惜越位在先 而后又任意球击中力柱 与进球差之好礼 本场比赛结束后 梅西美直连首个赛季完美收官 在14场比赛中 交出了11球5助攻的优异答卷 并且凭借一己之力带队夺得队石首冠 感谢梅西为我们带来的激情快乐 迈阿密国际 踢完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美直连东区倒数第二收官 梅西本场比赛有一个月位进球 和一个任意球状况 梅能为球队颁平比分 0比1输给夏洛特 球场内有一位粉丝 现场举牌表示 这比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还贵 这次14场比赛 梅西打进11个进球5次助攻 获得一个联盟杯冠军 联赛杯赛是最佳射手 加最佳球员MVP 赛后麦阿密关推 感谢球迷们整个赛季的所有支持 马蒂诺赛后宣布 马丁内斯今日赛后离队 但根据马卡报的消息 在苏亚雷斯和格雷米奥完成解约后 球员将与梅西重训 与球员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称 12月转会交易将完成 下一步 随着苏亚雷斯可能加盟 麦阿密国际的未来可期 而梅西稍事休息 将重返巴黎参加金球奖的颁奖典礼 梅西的球队虽然输了比赛 但接下来梅西也很让人期待 除了月底的金球奖颁奖典礼 中国型的两场比赛 也已准备好 等待星科金球先生的诞生 赞金球奖典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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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